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就可以专心开设饼铺 高家可以另寻供货商吧 敏玥 这是你该过问的事吗 是啊 敏玥 这哪是我们女人该过问的事呢 人豪刚在院子里面等你 受了风寒正在发高烧 给你上去看看吧 爹 那我先上去 敏芝啊 这明月当家的事 再看看 哎 你最近发伤的次数太多了 怎么会突然叫你回去的 没事 是问我一点笔铺的事情 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 你是不是见到浩然了 你长相似的 人类是一样 随风软不逆 你的样子 我哭我笑我 只在 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一句话 要记得把手 我得猪 一下 感觉 我像在 风而起 青春 百转千回 怕过云渐远 如影相随 三小姐出歌以后 你们就没有再见过面 也没说过话 我知道 你们有一天不再惦念着她 但是今天 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 轮接这个人 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她 她算起高家 算起明月 线路都是那么清晰 可 可 可 其实 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清楚 可是我真的无能的力量 我什么都做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 不管说了什么 我都有知道 禀铺开张的事 我是非做不可 就算是为了你 我也不会改变 大纪诚恳经营 公平竞争 竞争就是各凭本事 你的本事 就是突然切顿高家饼铺的货源 让他们措手不及 你的算是为多好人打破不平吗 好人到底跟你有什么过节 没什么过节 我就是不想让他天天看见你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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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到底要怎么对你 你才可以好好地看着我 放开 我抓住的东西 就绝不放开 我不管大哥学了你什么 没用 我不答应 都不答应 我对你的心意 你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 明月 你已经讲到罗家来了 你不可能再回到高家饼 不可能再回去了 你懂吗 我懂 但是你懂吗 我是罗仁豪的妻子 是你的大嫂 我们之间没有叔嫂之外的任何心意 你懂吗 我就不相信我做不出这玩儿 这玩意有什么好学的 无聊 大小姐 你可别小看这玩儿 现在这玩儿涨价了 一块大洋一盒儿呢 罗家都看了眼红了 听说这个罗家开店呀 就是为了这个 不过也有人说 是为了三小姐开的 这本应都应该属于大小姐的 有没有人呢 来了来了 想吃什么 今儿心情不好啊 谁惹你生气了 你干嘛 你给我叫 想起码揍吧你 大小姐 你来抽你啊 你干什么呀 抽你啊 大小姐 你别这样 大小姐 你别这样 我告诉你 我不干了 好 雨震 老公 雨先生 我要抽卷 师傅 费心了啊 好 谢谢 雨震 这几块衣服料子喜欢吗 今天吃鲑鱼吧 我去给你买 顺便带只鸡回来 我给你熬汤 好 等等 外面天气有点凉 你穿的太单薄了 我给你拿外套去 不用了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没事的 早去早回啊 林太太 你们夫妻可真是很爱 我还没见过 这么疼媳妇的男人 还亲自为您上市场 这些事情 你们为什么就要下人做呢 上一个回乡下去了 我们正在找呢 你要是有何事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 我可以帮您留意的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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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门口有个丫头是来建工的 让她进来让您瞧瞧 叫她进来吧 好的 太太就是这个丫头 这是我们家太太 名秀 明秀 明秀 我跑什么 还躲着 这些人拿进我家的好处 还在这吃香喝辣的 凭什么我要受这种窝囊气 明秀 她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 唉 这高价的大小姐 也有晶体 你别拦着我 让我进去 别拦着我 进去 小姐 老杨 你放给她吧 我现在 在找工作 没有地方住 我要在你这儿住几天 不行 不行 你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姨娘 住口 你不要乱说话 是啊 乱说话不太好的 那你说说看呢 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姨姨 好好好 那你打算住几天啊 玉珍啊 都放在造房了 那鱼特别新鲜 明秀 大师傅 大师傅 不好意思啊 来打扰你了 别放下 继续看 至少把这一张看完了再说 还是有一些发热 明天 我去给叶大夫几封信 也许你现在服的药 该改改药方了 我的情况只会比现在糟糕 不可能再好的 人好 这是我好看吧 这些外国人写的事 我得看好几遍才能懂 嗯 那就多看几遍吧 你是我见过 最喜欢读书的女人 这样好 喜欢读书是好事情 以后 你可以拿书里面的知识 出去看世界 这个世界很大的 你不会一辈子困在这里的 所以不要在意 眼前的这些为难 没有人为难我 如果你说慢一点 我就会相信的 真的 我真的很想陪你 去看遍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认识 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澄清 如果我们可以早一 千金难买早知道了 千金 大哥 刚刚在外面就听到你们说话来着 明月啊这是灵丹妙药 有你手术大哥 大哥什么病都会好的 大哥你看看 这是礼丹 看有什么礼数不够的 还需要加的 挺好的 你看看 你这表情好像不满意啊 高夫人寿辰 丈母娘的生日 大哥可是在尽量的巴结啊 我想啊 就照这个单子去置办吧 明天我陪你去 不行 你不能再受风寒了 不能出门 我也不去 我们的心意和礼到了就行了 大娘不会介意的 明月 这可不行啊 明天姨父有要事在身不能去 人好也不方便 要是你再不去 就算高夫人不计较 高家长辈和德志少爷会怎么想啊 嗯 那就让任姐也陪你去吧 不用啊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 我陪你走一趟 也好 明智啊 辛苦你了 不用了 那你们聊吧 我还要去准备这些礼品呢 先走了 我看 我还是 你要去的 明月 明秀不在了 先走了 我看 你爹又走了 别让大娘觉得孤单啊 都放好吧 嗯 来 明月 表小姐 表小姐 老爷在庄子口谈的事儿好像有点纠纷 啊 说不清楚 非得要看契约 老爷说让你赶紧把契约给他送过去啊 这 可是我 明姐 这是正事儿你快去吧 明月 真是对不住了 这租月的事儿啊还真是只有我才知道 我这心里已经滚不去了 好在里头已经准备好了 你安心去 不用着急回来 明月 听说 你和高夫人心里还有些疙瘩 别因为这个事儿 再闹生分了 嫁得再好 有娘家撑着总归是好事儿 我呀 这梦里头哭着都希望有娘家呢 你要好好珍惜啊 嗯 去吧 哎 一会儿让司机把车开走 晚上再去接他 是 这件事情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啊 知道了 叫小阿姨 这是大少爷的药吗 是 会接吗 大少奶奶都交代清楚嘛 行 你看看你笨手笨脚 去吧 去看看大少爷醒了没有 是 祝姑妈 伏龙东海寿比南山 祝姑妈 伏龙东海寿比南山 起来吧 祝夫夫人 福如诺塔 寿命南山 大娘 祝您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夫 夫人 行了 客气了 那三小姐回来了 祝大娘 福寿绵延 青春不老 祝大娘 福寿绵延 青春不老 哪能不老呢 行了 行啊 请起来吧 一次到了就行了 你是嫁出去的姑奶奶 不必得知他们 见过礼就行了 大娘 然后有些不舒服 就没跟着一块来 没关系 她现在好吗 还好 公公和任杰他们 也要我代为敬意 他们 我从来不过生日 没这个往来 惊动他们反而不好 这不得志浩然 非要闹着热闹一下 自家人聚聚就行了 明月 你上回提到的那个 西洋蛋糕还有饼干的做法 他们没一个人能做出来 连浩然都失败了 你看 不服气的样 他们认定是你耍弄他们 正好你回来了 你坐给他们看看 跟我上厂房去 走 慢着 明月现在不合适 再进高家的厂房 大娘 以后也不合适 大师傅 考虑得怎么样 厂房设备 人员物料 万事俱备 就等你点头了 二少爷 承蒙您抬一句 我这思千想后 觉得眼下还是无暇 估计这些事情 请你见谅了 到底还是高夫人了解你 大师傅说的这几句话 几乎跟高夫人说的一字不差 哪个高夫人 正义 高夫家现在只有一位夫人 你说还能有谁 这关大姐什么事 正义啊 你别多心 明月这次回娘家 我顺便跟高夫人提到了这事 她当时就给我沾了一挂 说大师傅肯定会这么回我 因为 你以为什么 任杰 你这实话实说嘛 高夫母说 大师傅不会答应我是因为 怕输给多浩然 正义 高夫母说的也是玩笑话 随便说说 你别当真啊 阿贵 按照家法处理 挑了她的手机 再松关发办 开什么玩笑 大海会怕浩然 他是他的师傅 他那点本事不都是大海教的 这杜文青 说的什么个屁话 大师傅 对不住 不要 罗少爷 我答应你 好 做就做 我们本来是担心得志 就不是怕他们怒解 行啊 让我这个高大小姐 帮你们撑腰 高明星 就 怎么了 罗人杰 你不认识我了吗 认识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那你说说看我应该在哪儿啊 我是不是应该要在腾庆班 帮那个刘建强烫戏服啊 听口气 好像刘建强负了你啊 不 他没有负我 是我自己傻 你们刚才商量的事情 我很有兴趣 送我一份 好啊 怎么个算法 大师傅的手艺再好 也比不上我高明秀三个字啊 我可是高家的嫡初啊 我是个活招牌 好 好 明秀小姐 认识了你这么久 从来不知道 你原来是这么的明世了 大师傅 有了您在这边手艺 再加上高大小姐这块活招牌 我们的何美堂 可以马上开张了 多人姐 高家是哪个人得罪了你 你必须这样对付他们 我喜欢你们家的大宅子 只要弄到他们卖宅子 我的趣味就算到头了 只是这样 对我这就够了 但是对你们 大师傅 你被高家给毁了 真一 你被高家给赶出门了 哦 还有你 高大小姐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啊 高家都欠你们的 我要你们个个扬眉吐气地 跨进高家大门 这种感觉不是挺好的吗 大师傅 那 就这么说定了 太好了 这是给您的定量 您收下 大小姐 您的条件也好好想想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错了 你该说不会再让我吃亏了 那是那是 那我就回去准备一下 恭迎各位的大假光临 对了 你的饼库要开在哪儿啊 忘了告诉你们了 和米堂就开在凤林镇长街口 再走几步 再走几步就可以忘记高家饼铺 大小姐几时想回家了 三三步就可以回去 这主意不错 大师傅 姨娘 我们三个就领罗二少爷的情 回凤林镇看看 这下 这出戏可好看了 好啊 我们就等着一起看好戏吧 大海 刚才人家一阵的糊弄 我这脑子就没转过来 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帮她 我们三个可都是被她算计过的 姨娘 她算计我们 我们也可以算计她呀 不管她要什么 等到她全部拿过来之后 我们再统统的抢过来 爹 一件你想都想不到的好事 我去找林大海 爹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老爷 老爷 怎么样 王大夫请到了吗 王大夫出诊去了 药铺已经派人去找 马上就过来 你还等什么药铺 你就去把人给带 快去 是 爹 是不是大哥在 明月一走 大哥一直在发伤 嘴里还叫着明月的名字 明月去哪儿了 高家 哎呀 人姐 今天高夫人做兽 做女儿的应该回去的 一会儿我派人早点把她叫回来就是了 我去看大哥 我去看大哥 人姐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丫头说 这药服用多少 怎么兼法 都是明月说了算 我也不知道明月为什么要 故意拿掉这味药 最近 人豪的病情特别不稳定 不知道 和这也没有关系 义父 是不是我太多嘴了 不 接着说 我听仁豪说过 说她不会让明月手寡 如果她真的不行了 就让明月回高家去 爹子 也许 也许明月不是这么想的 她想更早一点回去 哥 哥 你回来了 冬起来 看着说话就行 我就在旁边 大夫一会儿再来 我又没事 这么大惊小怪的 明月说你进城去了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明月知道你不舒服吗 我没有不舒服啊 她还回去干什么 现在照顾你比什么都重要 要怎么跟她说她才能懂 她是存心的 故意的越是不让她回家 她越扭着来 她现在已经是罗家媳妇 她 人姐 你不要讲述 你这样说 只会让明月离你越来越远的 我什么疯狂都是了 她好的 顺从的 八家的 都没有 其实只要她跟安生了呆子罗家 我什么都可以不计较的 我什么都可以不计较的 这不是挺好吗 是呀 本来是挺好的 但自从上次杜华人告诉她 高得志的事我 得志的事 好 哥 上回 我只告诉了你前段站住的事 后来我又找人绑走了她 拿了书机 什么 是吗 哥 明月当时也是你这个表情 从那以后 她是再也没给过我笑脸 见了我就像杜盛罗收拾你 我真的没用了 用什么方式讨好的都没用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那么对得志 你为什么要那么对得志 哥 高姐 高姐有钱啊 主要是因为天津的铺子 还有南洋的护士丸出了事 你说这钱 是借他们高家的 现在唯一能够让我心里好受一点的 是高得志他自己 他自己情愿进这个赌场的 这样也好 给他个教训 但是这钱你还得想法子还给他们高家 但是这个世界越往下面越乱 尤其是最近 你说 哥 你不能生气 你不能动气的 我不是生气 我是 我是伤心啊 不是这样 是吗 本来不是这样 都是杜好人 都是他 明月虽然嫁见了罗家 但是心始终留在了高家 留在了杜好人身上 说是给高得志些信 其实是借着高得志的手 转给杜好人 这个高得志 居中撮合 就算是我 我对他们有天大的亏欠 现在也都给抹了 我绕不了他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明知早就打听清楚了 哥 我快没有耐心了 你可回了 你可回了 小姐 小姐 罗家的车不在门口啊 明月 你是不是记错了 怎么会呢 一定就在附近 你再去找找看 实在不行 就跟阿贵说 让她派人把明月送回去也行 趁现在 我跟明月说回话也好 好 行 我再去看看 明月 罗家开设饼铺 是不是你的主意 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你促成的 大娘 我 这件事情来得很奇怪 我一直都想不透 任杰这孩子 一向都是温儿呀 圆儿 周到 他有什么阴由 要和高家打雷坛呢 再说他们罗家 是霍玉营省 罗家懂什么饼铺买卖 上次你回来 人多 我就没有问你 你说罗家的打算你都知道 可是你从来也没有通个信啊 你和德志 一直没有断过联络 可是你 应该有这个机会 只能说 你不想这么做 对吧 不是这样 大娘 你一直怨我 你一直怨我 对吧 你非这样不能解恨 你真的没 所使罗家开个笔铺 就能让我寝食不安 让高家挺不起腰杆 是吗 是啊 你是受了委屈 因为明秀 可是人好对你的好 是真好 你为什么非得这么怨着恨着 大娘 在你心里 我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吗 因为 你不是高下养大的孩子 你是刘毗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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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我娘跟我说过 我与高家血脉相恋 要求过我 与高家 羞弃云共 荣辱云共 明月 你看你招什么起 罗家的车子都还没来呢 要不然你吃完晚饭再走吧 不 我得回去 三小姐 车已经备好了 谢谢你 贵叔 去忙吧 明月 大娘跟你说什么了 你的脸好多了 小香 二哥的药不能断 一定要坚持服用 小 小姐 你 你瘦了好多 昊然也一样 日子啊 不会永远这样的 明月 二哥跟你保证 以后一定让你过上舒心的日子 你相信二哥 你相信二哥 二哥 保重 小香 要照顾好二哥 一定要照顾好 知道吗 明月 你看你这话说的 以后你不回来了 好 外面风大 我回去吧 我走 小 小姐 小香 小香 小姐好像打算 再也不回来了 爹 不用说理由 你把车子撕开 就是存心不想找回来 这里星月 你想瞒过谁啊 从今起 不许跨出大门一步 而且以后 仁豪苍草药你就不用管了 全部交给米子处理 你只要好好照顾仁豪就行了 我可是把话先说了前头 要是以后 仁豪因为你 而产生任何的不适 我是绝不会原谅你 你们先下去吧 好 明月 你知道仁豪是姨父的心头肉 他不舒服 姨父肯定又急又气又心疼 所以才会拿你出气 你别往心里去 明月 这事你别跟仁豪提 你知道他会心疼你 我不想因为这个 弄得他们父子俩不开心 我明白 你不是学会什么 It's anпа 厲害 interviewing my back ァcam 也不舒服吗 要不舒服吗 吵醒你了吧 刚才 我看见你坐在那里 大瞌睡 让我想起了我们两个 沉浸那天晚上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像青天这样 那么地渴望我自己 是一个强奸的人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想我可以照顾你 可以保护你一辈子 大娘她好吗 她喜欢那些礼物吗 她喜欢 你那那个可爱的二哥 和肖像怎么样了 她们有没有想念我 不要这样 大娘 你不是事吗 我好感谢 听说你找我 有什么事吗 没想到我 以后我的药 还是让明月煎吧 这个是姨父吩咐的 当然 我知道明月比我更合适 她更懂行 连大夫都说 她已经是半个大夫了 但是 前两天 我们发现少了几味药 就因为这样 姨父才认为是她 够了 这些是你 有意引导我爹这么想的 仁浩 你在说什么呀 大哥 来 来 坐下 先别说了 喝口水就是嗓子 明芝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和明月好好地相处啊 你跟明月 有什么过节啊 你跟明月 你跟明月 有什么过节啊 你跟明月 有什么过节目 有什么过节目